9月28日就是雨傘運動的五週年 2014年的9月28日我印象是特別深刻的 因為當日其實我剛剛是接任泛民主派的召集人 接著第一個遇到的一個情況就是87枚催淚彈 接著有79天的佔領就是那一開始 我還記得在今年6月12日 即9日有100萬人遊行 林鄭當晚即刻11點出了一個新聞稿 就說雖然你100萬人遊行 不過下星期三即12日我都會繼續進行送中條例的二三部 大家都很記得 12日那天我早上起床打開電視機 你見到整條下角度是被佔領了 那五年前下角度的79天佔領 那個印象和畫面就立即回來了 那五年其實當然不是一段很長的時間 那但是五年時間雖短 但是在這五年之內 香港人在團結的路上 在深刻反省的路上 其實走了一段相當長的路 我記得在2014年12月的時候 當我們坐在那裏被捕 一個個帶上警車送去葵衝警局 當時在佔領區那裏有一條話額 就寫英文寫的 就寫著We will be back 意思就是我們將會回來 那我當時是深信不義 我們是一定會回來的 因為雖然當時中共是用一種冷暴力 就是當看你不到 聽你不見 不抽不彩 不回應香港人爭取一個雙普選 有一個充分向人民問責的政府 以確保我們的自由人權法治生活方式 得以保留下來 但是這一種當時的覺醒 其實在很多人的心目中 已經是留下了一個缺制 所以我很肯定是會來的 但是我不知道是這麼快 在這個意義上 可能我們要多謝林鄭月娥 因為如果不是她做得這麼過態 不是做得這麼過份 不是令到香港人因為切身的安全 是受到直接的威脅 好像是被叫醒了 我們都可能沒有這麼快 我們都可能沒有這麼快 是We are back 但是你想一下五年這一段路 從2014年的時候 勇武派用一些比較升級的暴力 是受到當時的主流和理非的族群譴責 我們都要走到五年之後 當大家有一個更加深切的反省 知道這個是背水一戰 我們是要 真的打好這一場仗 是守護香港的自由人權 法治和生活方式 爭取雙普選作為一個保證的後盾 這五年其實很重要 裏面發生了的事情 當然大家都印象比較深刻的 就是有各地兩檢 有這個譬如在西九文化區 引入了故宮幕物館 是完全沒有跟一貫的 這個政府的行政的決策的程序 跟著當然是今次的這個送中條例 當然還有的 譬如整個一萬億的人工賭 打算把我們的錢賭到海 那 突然間 在提出這個送中條例的時候 所有這些之前 有些香港人仍然都是 當然現在看回頭就有些幻想 就是對中共有些幻想 就是覺得 我也記得 2014年 831人大決定 也有些人說 就算不是真的 今次都是假假的 都先帶著 因為 中共 都是一步步來的 如果帶了這個 假假的 終於走到一個終點 是會有真的 但是我覺得 這五年 真是令到這些朋友 有一個真是很深切的 體會 我相信 一定是會各今事而作非的 所以現在整個運動 我們看回頭 在五周年這一刻 其實我都是不無感慨的 不過可以這樣說 歷史就是這樣 歷史是由一連串的 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去互相牽動 互相影響的 很簡單 就算你說從6月9日走到現在 如果不是你警察濫用你的暴力 根本香港人也不會對你這麼反感 如果不是有721 831 這種沒有識別的 去打香港人 而那些 私暴者 那些恐怖分子 無論你是說 元朗黑爺 831的太子站 無論你是說 那些 南邊圍村 在那裡 集合 然後上來打人的 那些江湖中人 那些831的速龍部隊 其實 每一件事 都是 令到我們那種公義的心 公義的那種 訴求 是被侮辱了 而 這些事情 如果不發生 例如6月9日 林鄭從善如流 100萬人上街 她說 我撤回 那個 送中條例 根本之後 這百多天的事情 都不會發生 所以歷史就是這樣的 你有一個作用力 有一個反作用力 互相 去牽動 互相牽引 現在發展到今天 林鄭還是口額 不肯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我真是 有一個擔憂 如果這件事繼續發展下去 再遲些她成立都沒有用 現在 最近這個星期 我都留意到 在一些抗爭的場地 已經是有一些橫額 或者是有一些口號 是要解散警隊的 所以你就知道 其實歷史 往往就是這樣 就是 你是 一個時候 應該做的事 你不做 接著 過了100天之後 你想做 再回頭 以時百年生 所以我只想說 現在回望5年前 雖然很多 2014年的9月28日之後 79天的畫面 仍然溺溺在目 但是我真是很欣慰 就是在這5年裏面 香港人的反省 是深切了很多 對於一個 是不需要向香港人問責的 只是 想著擦北京鞋 去上位的 這些這樣的班底 其實是害港 而不是對香港有益的 那 5年 我覺得 雖然歷史長河裏面 不是很長的時間 但是我覺得是很關鍵的一段時間 我也希望 香港人有了這樣的反省之後 也有個心理準備 未必是一束職就 我們當然知道 爭取雙普選 是一個最徹底去處理 香港目前的問題 保留我們的自有人權法治 和生活方式的不二法門 但是我們要 真是 上善弱水 Be water 我們一定要 盡量保持我們的實力 當很多人都已經 是 有了這個深切的反省 也都所謂 啃著了的時候 我們最緊要 是保住自己這個實力 現在都不知道的 國際形勢有千變萬化 中共裡面的權鬥 又好像沒有指釋 所以 沒有什麼人可以說得實 我們會面對什麼情況 但是最緊要 就是我們現在明白 我們爭取的這個雙普選 為什麼要爭取呢 是因為它是一個重要的保證 是一個我們自由人權的 喉盾 法治的一個守護的重要的制度 那我們就要抗爭得聰明些 保持自己的實力 我是很樂觀的 因為真的我從政了這麼多年 今天這個時刻 在九二八五週年這一刻 我見到的公民社會的團結 見到的 我們年輕子女的創意 承擔 其實 真是之前 是沒見過的 也都是因為這種承擔 我們表現出的那種 創意和勇毅 也都感動了很多世界其他的人 希望大家繼續加油 能夠很快 香港可以回復一些秩序 令到我們再次感到安全 令到我們的公義之心 是得到彰顯的 對 對 谢谢大家